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首先按照惯例盒子我们简单来过一下 盒子正面是编号70的赛星大黄蜂 这一侧是一个全身罩 另一侧是一个大头罩 后面就是相应的一个展示图 由于我收到的是一个3C版本 所以说是有相应的一个狗皮膏药 制品方面分别是一张说明书 一张免责申请 整个玩具的漆面方面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感攻 在边缘的部分可以随处可见的这种意气 而且在我把玩的时候 也个别可以看到手指有很多这种黄色的漆面掉落的现象 整体玩具的色差真的是非常严重 你可以看到车头这种色差和主体上面的色差也非常明显 再加上整款玩具的卡扣 由于是喷漆的一个原因 个别的卡扣非常非常的紧实 导致这款玩具在把玩的时候 变形一定是要小心的 整个的载具形态 我们来看一下大小从头到尾的一个距离是11厘米 推车的一个流畅性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黄色的车轮拉近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种喷漆不均匀的现象 这种一漆的现象真的是随处可见 车头的这个部分的缝隙是有 那这几片的全部是透明件 而且透明件上面上的漆本身就非常非常的紧 所以说导致整款玩具就是把玩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小心 这一款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首先是车头这个部分有这种透明的车灯 但细看之下有不少的这种溢漆 车头的这些缝隙部分除了车前脸这个地方 它是采用了这种金属色的一个底漆 其他的黄色部分各种颜色的黄混到一块 使得这款玩具的观感性真的实在看下去 只能说非常非常一般 我们再看一下底部 简单来过一下 看到这种喷漆不太怎么均匀的一个现象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变形 对于这款玩具的变形 我个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解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首先我说了这两端的地方全是透明件 透明件喷上漆之后非常非常紧的一个手感 所以在变形的时候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技巧 先把这两侧的这些卡扣适当的给解锁 把这个缝隙适当的避让出来 我只能说是适当的 先变这条腿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主卡扣 这个地方有一个滑槽这样背着 所以说这个位置压住先不动 然后我们来变这个地方 然后怎么使劲 手指扣在脚底板这个位置 往外这样看没看到往外斜着一点 斜着一点把它划开 这个地方划开一处 你就可以看到我刚才为什么这么样划 因为这上面有一个凸点 这里面有个凹洞 这个地方一定是要适当必让开 这一侧就稍微简单一些了 这个地方顶住 不要让它实地过紧 这个地方也是稍微斜一点 把这个地方解锁开 这两边的维度卡扣 给它让开 那这一片就可以解锁开 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 我们把它解锁开 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卡扣 这个位置是两个关节 是这样的一个关节 那这个车尾的部分顺势给它打开 然后这底下两个胸甲的位置 胸甲这个部分第一次变形 也是非常非常紧 拖住关节的根部来进行一个变形 这一侧也是一样 拖住关节的根部来进行一个变形就OK 那这个位置顺势翻下来 人形的头雕放下来 这个关节放下来 好 把这两侧顺势给它压到这 这一片给它卡住 非常明确的一个锁定位置 腿部这个变形也没有什么难度 首先这个位置的位点移出了卡扣 把它让开之后 根据转动关节 我们把它往后折 然后这个位置是有这么一个倒钩卡扣 把这个倒钩卡扣适当的调整 把这一片它是一个这样滑杆的关节 这个滑杆关节适当的转过去 就调整到一定的空间就可以 把这一片翻折过来 通过这个转轴透明件的轮胎 可以看到这两个地方有个凸点 凸点压住这个卡扣 我明确告诉你这个地方压不紧 而且非常非常怂 这一点就贼操蛋 然后再通过这个关节 这一片给它折过来 可以看到腿部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凹洞 我原本以为这个地方它能卡住 结果实话是告诉你 这个地方它也卡不住 所以就是白期待了那么久 这个位置也是同样的一个变形 脚掌不分 适当的倒让过来 这一侧卡扣轮胎 转过去这一片 转过来 找到相应的卡扣位点 背包的部分 我们通过折叠关节 一段的折叠 然后涂点凹槽 在这个地方 正好后背这个地方 有两节的凹洞点 把它压住 说话期间 这款大胖小子大黄羹就变形完成 那武器部分 直接是给大家展示一下 直接安插吧 那整个武器分色还是不错的 本身是以这种枪铁色为主色调 那顶端部分是银色的一个涂装 安装的方式就是凸点 对 这里面的凹洞 这个也没有什么过多讲解的 那细节方面 我们边聊边看吧 对于这款玩具 其实槽点真的是满满的 我期待度可能有点高吧 看到这个玩具做成这B2 我真的是不忍心说什么 头雕部分是一个战斗的面具 顶端有一个博派标志 眼人的部分有这种深蓝色的金属色涂装 外侧有些分色 这些刻线它都是有 但是整体的感觉比较肉 抬头低头的一个关节 非常大的一个弧度 包括三十零的一个旋转 这也是一个变形需要 胸甲延伸的位置是黄色的涂装 那整个的黄色的分色呢 也只能说做工很一般 到胸脯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这些部分 这种一漆啊 还是非常明显的 延伸到腹部这个位置 底部呢 它涂装和骨架色呢 都是采用这种枪铁色 就是在光效的角度下呢 还是非常有金属质感的 可以看到肩部的这些细节呢 都有相应的刻画 只是呢并没有涂装 手肘的部分呢 是采用一个球形关节 整个的紧实度呢 控制的还可以 我这个手腕呢 感觉稍微是有那么一些松 这个部分呢 是灰色的这种成型色 但是上面呢 都是像薄薄喷上了一层金属漆啊 所以看到光底下的一个感觉呢 是非常有这种金属质感 包括呢 手臂的这个位置 手臂的这个位置呢 它的有这么一顿一顿的 这种齿轮关节 所以呢 在你手肘曲肘的部分的时候 你就会略微感觉到有一些顿挫感 这一点还真的是不错的 手部呢 也支持平举 小臂部分呢 有些黄色的涂装 手腕的这个位置呢 有相应的一些细节刻画吧 腰部呢 是可以旋转的 但是活动角度呢 只能说比较小 但是呢 它确实是有这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关节 裆部呢 是有很多细节的啊 只能说中规中矩吧 上面也是有点发金属色的一个涂装 腿部呢 前踢 晃动一下 紧实度还是控制的不错啊 这一点要比飞过拆那个紧实度要好一些 后踢 也可以啊 侧踢 晃动一下 都可以 而且呢 大腿呢 破天荒呢 还有金属色分色 里面的这个地方呢 更银一些 然后外侧呢 就是塑胶原色 这样也做出一个鲜明的对比 屈膝关节呢 由于这个造型件呢 有所影响 它就可以达到这么大一个角度 那脚掌的这个小腿的密合呢 我真的是不想说什么 真的 你亲儿子 你做工还做成这样子 小腿部分的分色呢 也是有些金属色的一个分色 这个盖板部分 也是同样的 大脚掌 然后整个脚部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呢 前后左右的活动呢 都是有一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 这个根部的关节啊 稍稍是有那么一些紧 最好呢 是上一点油来进行一个把玩 效果会好一些 不然的话 生掰的话 很容易产生这种悲剧 那背包部分呢 其实我之前都已经说过这款玩具啊 我觉得这个背包呢 是我能接受范围 毕竟是大黄蜂嘛啊 确实从侧面角度来说 有点厚 但是不得不说 这款模具是一个好模具 但是这款赛星版的这个大黄蜂 这个做工嘛 真的是一言难尽啊 我不太怎么推荐这款玩具啊 省点钱吧 而且呢 这款玩具现在也不便宜 今年官方涨价涨得特别离谱 所以说这款玩具的价格来说呢 也不便宜 高方面是十厘米 反正对于这款玩具呢 我个人保留我个人意见 我不太怎么推荐这款玩具 我觉得这款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鸡肋 而且非常没有用的一款作品 那感谢各位的收看 那今天视频就做到这 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